基隆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希望可以推动基隆市升格为直辖市 因此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调查 结果出炉 报告中指出 基隆市和新北市因为地理人文相近 合并对于政局的影响也最小 又可以争取到直辖市的资源来建设 因此是最佳的选择 不过市长谢国良个人 则是希望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 一起合并还是最好 如果您问我的话 我当然认为说 以台湾跟大台北都会区的一个形态来看 直接将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共同合并成一个大的直辖市 当然是本习认为最适合 不论是最适合基隆 也是最适合整个区域的一个直接的做法 但是这个就牵扯到 三个直辖市县市政府的一个行为 而且要他们的同意 他们的背景等等 那单纯看最容易的方式 很可能就是把这个基隆跟新北 直接两者来合并 因为这样不牵扯到台北市 但如果你问我最适合的方法 我当然认为将北北基 就是台北新北基隆 合并成一个直辖市 都是最为适合的 那各位指导的其实都很有道理 我们全部都接受 这份调查报告也提交给市议会 让议员们了解 同时市政府民政处继续编列 追加预算300万元 提交议会审查 用于持续宣导推广 但是议员们对于争取基隆 升格为直辖市几乎没有意见 而是对于再持续编列 追加预算宣导推广 有不同的看法 不要说包含警察人员就好了 他要调动的话 也都是希望到新北市去 为什么 福利后 他因为到共僚双西去也好 做的事情都一样 可是待遇就不一样 为什么 六都 现在推动刚好 因为现在是我们赖行政院长 也变赖总统 这是我要强调的 所以我希望市政府 好好把这个机会 那么第二个公平原则 北北基生活圈 基隆夹在双北中间 对基隆非常不公平 因为我们是省辖市 拿不到台北市 拿不到直辖市的什么 福利跟政策 那今天要不要更精进的 让市民了解 假设未来有机会 我们跟台北或新北合并的时候 我们的力气在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让中央认同 让其他两个县市认同 所以说 那我们今天这笔经费 假设不做的话 那我们是空谈 跟双北去合并 不管台北还是新北 人家根本没有意愿 这两个市长 他们的回复都很含蓄 他只是不好意思 让我们下不了台 所以他讲得很含蓄 那我们要往下走 基隆的市民有这样的高度的期待 这个是往这个方向走是对的 但是你要赶快的去进行下一步 那你现在还要凝聚共识 我不晓得 这个300万到底还要凝聚什么共识 卡住的这个东西 才是我们需要去花费这个预算来做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还是民意不够支持的话 我们花这300万来做这个iVoting 来做这个相关的共识凝聚的这个相关的作业 那才有意义 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共识都已经凝聚了的话 那我们现在究竟卡在什么问题 这300万是不是应该花在那一个问题上 可民意调查这件事情去年也做过了嘛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第一个 你刚刚已经说出了你的看法 你会认为说照研究报告来讲 跟新北合并是最好的 那接下来你当然期待做北北基的一个合并 那我就觉得你就朝这个方向 先跟双北市长先沟通啊 还有需要再做所谓的另外一个研究案 报告再出来吧 那本一两百页的研究报告 我说你光拿那本去找新北去谈 去找台北谈 我觉得就有一个依据的基础了 为什么还要再进行这一个部分的预算编例 我不懂 不过也有议员明白指出 所有议员应该要在这笔推动 基隆升格为直辖市的宣导推广预算上签字 证明自己真的支持 因为合并升格后 基隆市议员的席次只剩三席 先拿一张杂让大家都签 同意说要来做这个合并的这个动作 因为以后啊 现在是31位议员哦 如果合并之后啊 基隆市剩下三位 三位议员 大家如果都同意 都同意我们再来做这个预算要不要删 如果大家不同意 你做这个预算之后啊 你去执行 大家都说到焦虎虎 你们议会就都不要同意了 我们一个人就判了 最后市议会决议删除这笔预算100万元后通过 其实根据地方制度法第七字一条 也不是由地方提出是由内政部提出 所以相关的规则都有 那也会经过非常多年的一个国土规划的共识才会有一个改变 所以如果市政府提相关研究 我想大家表达意见是应该 不过现在在审查的预算 其他的意见我们就作为参考 那也把我们议员提出来的作为他们市府后续的研究 这样子好不好 如果双方 我先把这个我想下的结论讲一下 如果双方刚刚讨论有共识 因为各方的意见 我想就请市政府纳入研究 我们预算砍100万 删除100万 然后请市府下次定期会时 将执行成效向本会报告